台湾唱作才女陈宜征 引早前男友兼前老闆中城府指控 涉违反著作權法並提告 宜征繼今年1月以被告身份出庭應訊後 這日再接受傳聞出庭應訊 停後宜征在律師陪同客接受簡短訪問 宜征的律師則透露 以針對中城府涉嫌侵權行為提出民事訴訟 其實我也非常不願意走到訴訟這一步 但是因為我自己獨立出資的母帶 我一直都到現在都還要不回來 然後他也不願意接受查賬 對 然後還是在亂授權這樣 然後我也也是一直要不到我所有演唱會的合約 那最近還聽說很多合約上的簽名 也不是我情敵簽名的 所以我常會覺得很害怕的是 到底在跟他在一起這十幾年裡面 到底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還是非常謝謝大家的關心 然後你們今天也就等了辛苦了謝謝 針對近來的這些爭議 我們認為有一個必要聲明讓大家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原則上就是 我會帶陳小姐說明一下我們現在的基本立場 一個基本的聲明 中先生跟陳小姐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任何 著作權授權或經濟關係全部都結束了 所以針對民視的部分 中先生現在還一直在對外行使陳小姐的著作權利 這些侵害的行為我沒有提起民視訴訟 現在法院正在審理當中 那最後一點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陳小姐跟中先生或天意已經沒有任何授權的關係 所以以後請所有的唱片公司 版權公司以及所有音樂平台 串流平台 還有各個協會 總之如果大家想要使用陳小姐的作品 或者說想要取得想要你作品的授權 請起提早陳小姐 那不要再跟天意公司有任何不合法的合作關係 天意一直在持續盜用 從中止以後 對 從中止以後到現在 他們一直還在對外宣稱 他們有我們的授權 但那都不是實話 你們有估計大概本市多少錢 其實很難計算 因為像大陸地區的授權費用是非常高的 這部分陳毅從來沒有說實話 就好